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能够又有个机会 就是来给自己的乡亲父老们唱歌 然后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回家嘛 所以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贵州人都听过的歌 但是没有听过我唱过 但是有很多其他艺术家们唱过 比如像龚琳娜老师 他们都唱过的一首歌 还有一首就是大家最近听的比较多的歌 哎 你还别说 就是那首歌还相当于有点偏向好 原来没有风格 好了 可能我在外地认识我的人会比我在贵阳认识的多 因为首先是个歌手 就希望大家能够听我唱歌 我觉得更多就是 嗯 龚琳斯来自鬼一样的呀 最大的变化就是交通便利了嘛 有地铁 就大家都知道去哪都很方便很快 就是知道通地铁之后 就第一时间打给我爸妈 就问他们有没有去坐地铁 他们说坐了坐的好快哦 我就刚才我一上车 我就跟我的伙伴们炫耀 说你们知道吗 我们贵阳通地铁了 然后车里面安静了五秒 哈哈哈哈 吃的还是那么好吃 目光是我们贵州特产的啊 特别好吃 就是他炒完之后再去蘸了一个辣椒粉 哇哦 饿了 觉得大家可以去玩漂流 因为我们贵州的漂流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是天然的嘛 你漂到中途 还可以浑身湿答答的去中间吃烧烤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环节 贵阳话 哦哈 喂呦 哈哈哈哈 其实小时候我觉得快乐很简单啊 就是可能家长给个十块钱 可以去买个面具 那种什么孙悟空的面具就会很开心 然后还可以买鞭炮 就那种砸的 砰的那种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时光一去不复悔 自己家好东西哦 啊哈哈哈哈 你这句成为了这个采放里面最搞笑的一句 我们家的年夜饭特别普通 但有一道菜我是特别不喜欢吃 就是我爸特别喜欢买那种 瘦肉 然后切成那么大一桃 然后里面也有很多那么大桃的萝卜 干炖 哈哈 这道菜每次年夜饭都会出现在我们家桌子上 我都永远不会碰它 太难吃了 爸你听见了吗 哈哈哈哈 我比较幸福的是我的亲戚都不在贵阳 所以比较不幸福的是我爸妈吹得很厉害 他们两个人就已经等于七大姑八大姐了 他们就说什么时候抱个孙子回来呀 我就呃就是我们家催婚都已经直接跳过了结婚这个阶段 哈哈哈哈 那肯定是给我爸爸妈妈包啊 就自己开始能够养活自己之后就想的是开始报答他们 让他们生活得更开心一点 因为毕竟爸爸妈妈为了我们真的受了很多苦 因为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该回报的时候 工作之外的话我是喜欢看电影 我喜欢看电影 然后喜欢在家宅着 这是我比较无聊的生活 因为我之前是在乌克兰读书嘛 所以一定要会自己做菜 以后就死在了外国 因为外国的东西真的好难吃哦 哈哈 那肯定是中文 因为我作为中国人 我中文的还没有很好 就是很多东西可能 我可能只能用鱼交流我的中文 很多深刻的东西我觉得完全没有学好 但是我也很幸运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只有母语是中文的人 能够体会到中文的美丽 我觉得今年很开心的是能够 又在蒙面上给大家又唱了一次歌 然后又能够挑战了一下自己 在深入人心给大家展现了一下不一样的我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我不知道最好看是谁 我觉得都很好看 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蔡瑶 因为她特别高 一米九五 然后呢 她 据她所说她很喜欢听我唱歌 然后特别喜欢爱站我旁边 然后每次跟她说的最多的就是 你可不可以不要站我旁边 啊就那个 对吧 觉得自己认得很好 不 不 我觉得 可能是自己看自己吧 就会 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没有做好 哪个地方做得不够好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演戏啊 因为之前很红的那个电影《无名之辈》 大多数好像取景是在贵州对吧 那部电影很多地方真的让我 很抨击到我的心里 就是我看了这里面 包括贵州的歌手都有唱到歌 就是没有舞 还有陈丽啊 听下没有 下一步工作计划就在 首先是在筹备自己第二张专辑 然后马上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巡演 然后第一场是1月20号在北京 新的一年就希望自己能够多多出歌吧 就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听到我唱歌 对 然后 希望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永远健康快乐 尤其是我的生米啊 还有爸爸妈妈 好 好